如果早就有的潜在问题没有解决呢 这一次基隆地区出现不少灾情 不只是街道淹水巨石砸车 而还有这样的房屋倒塌意外 民众质疑基隆有许多的潜在危机 而市长张通融他表示说 像是水堵保持排水沟的清理 其实都有做 他认为责任在零物局 无油马路变河道 雨水灌进民宅 不少车全都泡在水里 灾情也陆续传出 暴雨陈灾 市长张通融难辞其咎 面对质疑他却想极力撇清 午后大雨来得极右快 基隆市区多处传出灾情 北宁路上的边坡 先是喷出大量吐湿 接着一块两人高的巨石 从山上滚落 擦点砸中轿车 驾驶仓皇逃生 民众尖叫声四起 因为雨势惊人 山坡地土壤松软 民宅地基不稳 竟然在众人面前硬生生倒塌 大雨不断灌进基隆市区 滚滚黄水 现象还生 通往火车站主要干到西定路 也难逃淹水命运 水深一度盖过铁轨 导致列车无法进出 基隆从31号中午开始降下大雨 一直到2点左右更是暴雨不断 四处出现积水淹水灾情 但却到3点栽榜中心2级才开设 动作是否太慢 那你们有提醒他们要搬离吗 这个地方在我们过去 我们这个土地因为属于不是市政务的 是属于我们国有财产级的 它应该属于是零物级部分 急着推卸责任想澄清自己没有错 一场大雨水淹激龙 市长张通荣却提不出任何改善措施 也让市民对他的施政能力再度打上问号 中天新闻陈清顺陆耀东 黄佩华SNG小组基隆综合报道